大家好,2023年7月25日,首支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袁梦在法国巴黎戴高楼机场搭乘中国国航货运包机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利吉特 法国生态转型部负责生物多样性国务秘书埃尔·埃里还有伯巴勒动物园园长洛德尔一同前往机场送行 作为远梦的教母,布利吉特在机场依依不舍,满眼留恋向远梦道别 他向随机兽医以及医护人员详细询问了远梦回国后饲养和照料的情况 叮嘱他们在安全抵达程度后,第一时间向他报平安 布利吉特对卢沙野大使表示,大熊猫已成为中法两国友谊象征 他对能担任远梦的教母深感祝愿中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布利吉特也表示今后有机会一定会去成都抗旺远梦 7月24日上午和25日一天,卢沙野大使和夫人王立文专程前往动员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法国财政部长也宣布,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将于28日至31日访问北京 访问期间,勒梅尔将向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推荐法国的竞争优势 法国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对中国的行业投资持开放态度 并且希望成为一个对国际投资和生产生态转型所需技术和产品有吸引力的国家 勒梅尔此次访华将参加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 该对话旨在促进法国和中国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的比亚迪和美国的特斯拉都考虑在欧洲设立新的工厂 法国对中国生产的汽车非常满意,也希望其中一些汽车能够在法国生产 法国财政部透露,勒梅尔预计29日在北京与中方代表举行会议 并将于31日前往深圳与一些中国企业家会面 比亚迪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传福已发出邀请,希望会面 对此法国财政部说,勒梅尔将向其推荐法国的竞争优势 我们对中国汽车完全放心,并且希望看到其中一些汽车能在法国 7月26日大众汽车集团也宣布 旗下的大众汽车品牌奥迪将分别与小鹏汽车上海 上汽集团达成合作 那么大众汽车也通过美国存托股票 以1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小鹏汽车约4.99的股权 那大众汽车的中国首席执行官 他表示大众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长期推进电动化战略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依靠性能强劲的 MEB SSB平台伴随电动汽车强劲增长 我们希望开拓更多的市场机会 未来大众集团将与小鹏推出新的平台化的 共同开发的新的车型 那也就是说未来德国从奥迪与上汽的合作 大众与小鹏的合作 德国汽车未来和中国的电动汽车合作会进步加强 而法国现在也在积极的寻求和比亚迪的合作 你看欧洲的车企也在寻求 今天新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土耳其会见了土耳其总统二端 王毅表示中方的支持土耳其捍卫独立 选择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 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 双方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那两国关系面向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中方高度重视中土关系 愿同土方一道 在民族复兴道路和重大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相互关心 中方愿同土方一道 着力维护和深化政治互信 推动中土战略合作迈上新的水平 中方愿同土方有效利用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 全面恢复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路 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做出积极贡献 针对中国的新任外交部长王毅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表达了希望与新的外长王毅保持良好合作 布林肯在26号周三在汤家出席新美国大使馆落成典礼 他表示愿意与中国新外长王毅保持良好合作 布林肯认为他已认识王毅 已十多年曾多次与王毅见面 并希望能像过去一样和他保持良好合作 针对已卸任的外交部长秦刚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专家分析 秦刚虽然已经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但至今秦刚仍保留国务委员一职 没有完全免职 他是国务委员 所以秦刚最终他这个事件还没有定案 也就是秦刚未来的新的任免 以及新的中国外交部的新的部长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发酵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任命王毅只是临时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可能会任命一名真正的中国的外交部长 而王毅只是临时性的 现在美国的智库分析可能是刘建超团派 也就是说实际上团派和军方在争夺外交部 团派他更有优势 因为团派和美国的关系更密切 美国也会发挥影响 你记住中国的国内政治 美国也是要发挥影响的 他通过团派向中国发挥影响 那么刘建超这些团派的人 他更多的在外交部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专家分析 团派刘建超会成为取代王毅新的中国的外交部长 而王毅只是过渡人物 而秦刚他现在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罪名 他被免外交部长 但是保留了国务委员一职 说明秦刚未来还另有他用 也就是秦刚只会调到其他的岗位 而不会受到处分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秦刚现在仍未从国务委员一职中消失 可能代表这起事件仍未最终定案 那么现在的情况和我过去给大家分析的是完全一致 经常看我节目的 应该都知道我对卢沙野这个判断 卢沙野这个事件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卢沙野实际上他并没有 被剥夺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头衔 那么法国这个总统夫人代表法国总统马克龙 与卢沙野会面 而且你看现场非常积极 表达了法国总统对卢沙野的支持 卢沙野事件大家都知道 卢沙野他批评了东欧也就是波罗的海的这几个国家 包括立陶宛 爱沙尼亚 也像捷克 像波兰这些国家 卢沙野这个话实际上向他们发出了明确信号 这些国家实际上未来它的主权范围 包括国际上大国承不承认这些国家的边界 中国是有话语权的 那么你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的底线 你把中国逼急了 中国也可以不承认你的合法的宪法边界 那俄军就可以动手了 对不对 你在国际上谁承认你的宪法边界 你在台湾问题上你闹得越欢 我们也可以不承认你的宪法边界 由俄军在欧洲重新画地图 当时我说过 法国在背后支持中国 卢沙野到了法国外交部 虽然被法国外交部召见 实际上是给欧洲国家演一场戏 那你看现在卢沙野当法国大使 中国驻法国大使非常稳 没有更换的意思 看都没有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卢沙野的态度 卢沙野虽然发表讲话 虽然谴责了卢沙野 但是卢沙野跟法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那你可以想象背后法国是 对中国这个表态是支持的 也就是符合我过去给大家判断 法国希望利用中国的言论 卢沙野的言论来敲打立陶宛 敲打波兰 这些老欧洲看的眼里的新欧洲国家 也就是后加入北约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现在呢 胡加胡为 用美国作为筹码 来压法国和德国老欧洲 不听话 欧洲现在几个国家之间也有竞争的 老欧洲新欧洲 那么法国要利用卢沙野的言论 敲打你这些捷克啊 立陶宛这些国家 配合着美国 包括打台湾牌的国家 法国总统马克龙跑到中国大陆 说的也很清楚 台湾问题不是法国的问题 法国不会参与一个战争 至少法国不会反对中国武统台湾 那就态度非常明确了 你看现在卢沙野和法国总统夫人 在巴黎这个戴高乐机场 今天这一幕大家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法国和卢沙野的关系 并没有像西方媒体说的 卢沙野被血藏了 战狼被清理了 中国投降了 并不像西方媒体台湾媒体写的 好像法国就反对中国武统台湾 错了 恰恰印证我的说法 法国是支持中国的 特别是在俄问题上 法国希望中国帮助欧洲能够稳定局势 他需要中国 也不希望像波兰 立陶宛 捷克这些小国 把整个欧洲带入战争 所以他需要在台湾问题上 包括在俄问题上 和中国进行配合 那么就需要中国大使 在特定时间看完 用法国电视台这个媒体 这个平台 发出法国希望 东欧国家听到的声音 就是你的宪法边界 大国成没成人呢 你跳的这么欢 你以为世界都支持你吗 捷克立陶宛 天天跟台湾没来眼去 这些国家 真的这些大国 真的就承认你的宪法边界吗 你的宪法边界 得由大国亲自来划定 亲自承认 你那才叫合法边界 苏联解体以后 有国家承认你吗 有大国真的签订 任何一个国家的协议 承认你吗 没有吧 那你现在就把中国得罪了 你未来怎么办呢 你这些国家 都跟着美国 美国承认你就 你这国家宪法边界就能保证吗 不是吧 你看法国也很聪明 法国不直接和欧洲这关翻脸 因为他们未来要合作 在欧洲还要见面 我用中国 用驻法大使卢沙野 让他去点醒这些东欧国家 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 这就是逻辑 你看现在卢沙野 在中国驻法大使这个位置上非常稳 没有被召回 所以你从这个逻辑就看懂了 中国和法国的关系 现在这个情况就非常有趣 中国更换了外交部长 但是留任了驻法大使 卢沙野大使也是战狼 那么在外交部部长这个职务更换 是为了和美国进行互动 以后中国和美国达成了秘密协议 美国向中国释放了善意 美国方面也同意了中国某些要求 所以中国方面也向美国释放善意 也同意了美国的一些要求 那么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了 而中国保留了卢沙野的职位 那说明中国不希望和俄罗斯翻脸 也希望和俄罗斯保持一个稳定 那么现在就等俄罗斯出牌了 中美谈判 中美谈话 前一段时间包括密集的访问中国 美国这些特使 美国的这些部长访问中国 中国和美达成协议 下一阶段中国和俄罗斯要密集访问 也就是要看普京出牌了 那中国保留卢沙野这个职位 也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还会像过去一样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中国的态度没有变化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也就是中国一方面寻求和美国的合作 另一方面也要拉住俄罗斯 我觉得这才符合中国的理议 就不能说我和美国达成协议后 我得罪俄罗斯 不和俄罗斯继续交往 那么实际上中国就会被孤立 那么未来中国在美国眼里就没有价值了 这就我一直说联合俄罗斯 拉住俄罗斯 为我所用 这样你才能在美国眼里有价值 你像那些东欧一些国家 马上就反俄 跟俄罗斯发生战争 直接就对俄罗斯 口诛笔伐 那俄罗斯把这些国家直接边缘化了 这些国家不会在俄问题上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他们反而被动 而中国呢 我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但是我同样和美国 也不发生直接的冲突 我和美国之间又合作 和美国也能对话 你看中国现在实际上才是游刃有余 这就我一直在讲的 中国才是俄欧问题上 那么10月份呢 普京呢 将访问北京 届时呢 俄罗斯和中国的互动啊 会更加的密集 咱们再来看俄罗斯 向中国释放了哪些信号 中国现在和美国之间啊 达成这个协议呢 还是要看最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 才能知道最终协议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啊 中国不会中断和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还会长期化 也就是说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动 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 打开了大门 所以这才是外交 不是一面一面倒的 倒向某些国家 而是要利用各种国际之间 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 为自己本国利获得最大化 最大化的利益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的外交 关于王毅 关于秦刚 外交部长 我觉得这个职务 未来中国的团派 包括刘建超和军方 现在的一个争夺已经开始了 所以王毅只是临时的 王毅70岁了 他不可能再继续长期的在一线 在外交部长这个职务上 长期这么奔波 你当外交部长要长期 大量的飞行 你可以想70岁 属于老人了 常年在外这么来回飞行 身体是受不了 所以王毅更多的 我觉得 所以我个人觉得 未来外交部 这个人选是一定会重新选出的 更有可能的是 像美国分析的团派人物 因为美国现在更希望团派和美国之间能够互动 因为团派人物美国方面更喜欢 更容易沟通 团派更多的人能愿意和美国方面合作 我觉得这样的话 外交部外交部 他不像其他部门 他更多的是能够互动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方面也会考虑 也就是说团派和军方之间也会进行协调 咱们再观察 所以这就是今天 关于卢沙野大使在法国 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最近的消息 从现在整个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外交 我觉得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变化 特别是深刻的变化 也就是说俄罗斯和美国这场博弈 已经进入到下半场 中国方面和俄罗斯和美国的互动 真正的互动已经开始 而且很快大国之间交易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普京10月份访问北京 俄罗斯和中国后续的新的合作就要开始 那么美国方面也很关注 所以未来中俄的合作 美国也要持续在中国出牌 所以你看持续的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和美国的互动 让中美中俄关系向前发展 看懂这个逻辑了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